新冠肺炎新一波疫情爆发未止,楼市气氛急凍,即使发展商频频推出新春优惠应节,为过往长假期新盘热销的画面不再。 过去三日长假期,2月1日至3日,一手市场紧陆得三宗成交,为三年来最淡静的春节长假。 不过,发展商推盘信心未受挫,行地00012与市区重建局合作的长沙环影竹。 昨天大年初三,三日抢习家推新一张68伙假单,并部署春节后再度出击, 加华国际00173同日预告今年年推四个全新盘。 尿涉如8000伙。新盘苦年开局成交疏落。 过去三日农历新年假期的成交中数与2019年朱年新春三天假期,2月5日至7日看齐。 为三年最淡。 较去年牛年新春四天长假,2月12日至15日,录得32宗。 大跌29宗或90.6%,期内港九及新界紧角六一宗成交。 教竹目属信至00083及会得封地产牵头发展的西南九龙长沙环为港会议,为港会发展项目第二期。 于新淨头大年初一一日以3150万元售出两座26楼A室。 实用面积1001方尺。 尺价31469元。 银马属同期新盘之序。 疫情爆发令牛年年尾多个新盘销售延后。 但发展商苦年开始加快推盘步伐。 当中加华国际部署今年推出四个全新楼盘。 加华国际营业及市场策划总监、香港地产、温伟明昨天透露。 该集团今年将推售四个全新盘。 要涉予8000伙。 以西铁元朗敢上路站项目规模最大。 提供约2200伙。 九龙东启德则有两盘登场。 包括启德第4A区1号及2号项目。 各有寓2100伙及寓2000伙。 是内港铁将军奥日出康城11期项目亦将供应约1880伙。 至于同系启德加峰会则于农历年后推售四栋花园羊房。 实用面积3183-3220方尺。 均属四房间隔。 他补充。 本港对住屋有强劲刚性需求。 预计今年楼市成交明显回升。 全年楼价可6%3-5%帐幅。 另外, 行基物业代理营业二部总经理韩家辉同日预告。 该部门府年率先推出大角咀利奥方第四期项目。 涉及预六百伙。 有望首季登场。 下半年集中火力推出启德跑道区共四个合作项目。 至于作为牛年一手市场压续登场的影竹。 昨日大年初三场乘加推新一批六十八伙。 折实平均尺价23,316元。 较上月23日公布的四号价单折实均价22,670元高2.8%。 实用面积322-377方尺。 折实售价689.980-945.53万元。 折实尺价20,972-25,189元。 行基物业代理营业一部总经理林达文清。 影竹过去两轮销售中。 由该集团负责销售的204火以沽清。 集团已在农历新年假期后开售影竹新一批单位。 远东发展00035旗下沙田不假,金峰亦首度出击。 推出12火由下周1-7日至3月31日每日标售。 涉及1座2楼全层6火及同座7楼全层6火。 实用面积1019-1337方尺。 495-189. 感谢观看